欢迎来到美厅 子女有以下习惯,大多不会孝顺,父母要给自己留后路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这一辈子能很好地迈过一个又一个的卡 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好好的 然而,父母爱孩子靠本能,孩子孝顺父母,却要靠人品 有些父母为子女倾尽所有,却不曾得到子女的真心回报 更未能收获子女的孝顺之心 子女有以下习惯,大多不会孝顺,一定要注意了,提前给自己留后路 一,缺乏耐心,不懂得尊重父母 《透明人》一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子女越独立,父母越孤单 即便这样,父母仍然去学着懂事 总是跟你说,我很好,没事的,你忙吧 为人父母,不遗余力地将所有心血倾注于子女 年纪大了,还时刻担心自己给子女添麻烦 而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少人总是对外人和和气气 回到家却对父母脾气暴躁,动辄发火 作为子女,最难的孝顺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真正做到尊重父母 前几天刷到一则视频,实在令人气愤 因老父亲生病,不配合翻身 儿子抽出拖鞋,咬牙切齿拍打 甚至扬言,不打他病好不了 视频中,重病老人光着上身躺在病床上 床边站着的是老人的儿子 他不仅不耐心照顾,反而用拖鞋三番两次地拍打老人 老人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同病房的病人及家属听着揪心不已 其中一个病人家属边斥责男子边拍下视频 男子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呵斥老人 快点,挺身平躺睡 床上的老人害怕再次挨打,只好拖着身子尽力翻身 视频的最后,男子声称 如果再被人指责,他就会带着老人出院 接着再次冲老人撒气 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网友热议 医院回应称,该男子确实是亲儿子 估计是照顾得不耐烦了 这个男子的所作所为,让人忍不住发问 为什么父母有耐心陪着子女长大 子女们却没有耐心陪他们变老呢 曾经为儿子挡下所有风雨的老父亲 却在老年时承受儿子如此恶劣的态度 让自己身心不满伤痕 相比之下,另一个暖心的新闻着实让人动容 女孩在国外留学 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准备去看她 女孩担心不懂外语 没坐过飞机的父母会遇到麻烦 便耐心为父母手绘了一本出国攻略 小册子上图文并茂地记录着 出发前准备,过安检,登基注意事项等 满满都是爱 一个人最好的教养是尊重自己的父母 而没有耐心,不懂得尊重父母的孩子 大多不会孝顺 为人父母应提前立好规矩 和儿女建立良性沟通 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懂得尊重 感恩和孝顺的人 父母子女之间 小事不指责 大事一起扛 凡事多体谅 家庭关系才能更加和谐 美满 二 没有担当 称不起家庭重任 还记得美德少年郭红彦的故事吗 五岁时 郭红彦的左眼被鞭炮炸伤 几乎失去视力 九岁时 她的父亲患尿毒症去世 她独自撑起家庭重担 照顾瘫痪的母亲 仅仅九岁的小姑娘 并没有向命运屈服 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给妈妈做早饭 家里安顿好再去上学 放学后又急匆匆赶回家做饭洗衣服 郭红彦在照顾妈妈之余 功课也没有落下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心仪的学校 18岁的她带着瘫痪妈妈一起上大学 当记者问到郭红彦的心愿时 小姑娘回答称 妈妈的轮椅已经用了七年了 最大的心愿是给妈妈换一台新的轮椅 郭红彦小小年纪就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成为妈妈的避风港 有担当能抗示的她 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顺利完成学业 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有担当的人 会自觉把孝顺父母 当作必须履行的家庭责任 而没有担当的孩子 则是为人父母一生都还不完的债 电视剧《欢乐送中》 樊胜美的哥哥懒散成性 毫无担当 她不求上金 结婚后也没有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 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 让妹妹掏钱帮她买房 给孩子交学费 自己整天无所事事 任何工作都干不长 惹是缺钱了 不是哭着求父母 就是找妹妹凡胜美要钱 一次她在外和人打架 被一群小混混找上门来要医药费 母亲吓得在家中大哭 她却丢下烂摊子 偷偷出门躲债 在遇到困难时 她总是想着逃避问题 把自己的责任转嫁到父母及妹妹身上 父亲病重时 她为了要钱 直接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樊胜美男朋友家门口去闹 寡情博弈之程度 令无数网友口诛笔发 没有担当的儿女 在遇到麻烦时 总想着逃避责任 让家人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他们不懂得自己的责任 自己扛的道理 连照顾好自己的小家都做不到 更别提孝顺父母 若子女总是逃避问题 称不起家庭重任 为人父母最好早做打算 给自己留一份保障 才能安稳度过晚年 三 不知感恩 对父母无度索取 《观经四铁书》中有这样一则 引人深思的小故事 有一年赶上闹饥谎 师尊独自进城起石 但百姓们自身都难保 无人施舍 一连几天 脸色异常 虚弱无力的师尊 依旧一无所获 因为比丘在路上遇到师尊后 他默默伤心 并下决心 卖掉了自己的三一 换了一碗斋饭 递给师尊 师尊在了解师情后 对比丘说 比丘 佛弟子的三一 吉尊 吉重 吉恩 你用来换米饭给我 这份好意我心灵了 但我销售不起 比丘问道 您是三界福田 尚且销售不起 那谁能销售得起呢 师尊说 你的父母销售得起 因为他们生育了你 恩重如山 养有贵辱之恩 压有繁补之意 父母的恩情大于天 甚于海 为人子女 不求世事理解父母 但求心怀感激 尽己所能去回报 莎士比亚曾写道 不知感恩的子女 比毒蛇的历齿 更能是痛人心 一个家庭最大的灾难 就是养出不知感恩的子女 无休止地向父母索取 却不懂得回报和付出 想起之前看过的 一部家庭剧中 就有这样一个 理直气壮啃老的不孝子 让父母苦不堪言 剧中 名叫刘光辉的儿子 整日做着 虚无缥缈的明星梦 还要求父母 必须给他买房 在母亲苦口婆心劝说时 他居然把原因归咎于父母 没让自己成为富二代 父母表示 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买房 他就质问父母 为什么要生下他 既然生了 就要用养老钱给他买房 甚至在母亲刚去世 尸骨未寒时 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 不懂感恩母亲 反而扭头冲父亲 大声嚷嚷要遗产 刘光辉把父母的付出 看作理所当然 不断从家人那里榨取金钱 透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 不知感恩的子女 不仅不会孝顺父母 还会在面临不如意时 对父母心生抱怨 当父母年迈 需要他们照顾时 他们对父母的养老问题 只会置若网闻 莫不关心 一定要提前做好自己的打算 《贤于因缘经》中写道 慈心孝顺 供养父母 祭其功德 殊胜难量 养出一个懂得孝顺的孩子 不仅是孩子自身的幸运 更是整个家庭的福报 而有以上几种习惯的孩子 不仅学不会孝顺 也无法过好自己的一生 为人父母要想办法 帮助孩子修正习惯 并给自己留好后路 愿世间每一位父母子女 都能彼此包容 理解扶持 让身体得到依靠 也让心灵得到谢谢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